好 再来看到 欧巴马这么做也没有用 他开枪了 这枪支管制争议 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欧巴马或许是想要 平息这涌枪者的怒火 最近在接受杂志访问的时候 他竟然就说 自己有了新的嗜好 这个嗜好就是开枪打飞吧 白宫在2号特别还公布了 他开枪的照片 但是涌枪派看起来是不买单 还引发不少的质疑 跟各式各样的言语 欧巴马穿着休闲T恤和牛仔裤 带着安全护目镜和耳罩 长长的步枪靠在尖头 枪管还冒着白烟 欧巴马开枪了 成为目前美国最热门的话题 却引来突口秀节目 大家嘲讽 美国枪击案不断 欧巴马管制枪支的立场 众所周知 也在日前签署了枪支管制法案 不过欧巴马或许是为了化解 勇枪派的敌意 强调并未反对所有的枪支武器 他日前在接受新动和杂志访问时 竟然说自己也经常进行非法射击 此话一出让许多勇枪派质疑 因为过去欧巴马挺多在女儿生日宴会时 拿水枪射击 外界从来没有听过他有练枪的习惯 白宫二号对外公开这张据说是去年八月 在大卫营度假时举枪射击非法的照片 还强调照片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只是勇枪派对于欧巴马的新嗜好 还是不买单 是真无法靠一张照片 就抹去欧巴马反对枪支的事实和立场 董事新闻区已经陈胸报道